verse 2 會長那一年 就是在四月的時候 有辦一個協生的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 辦的周年來 參與的人數最多 就是會有最辛苦的一次 動員人數最多的時候 祝雲林青商50周年生日快樂 是因為我們這些前會長以及前輩 給予我一些指導以及幫助 甚至我最敬愛的部務團隊 我的理見志們 才能讓我在2015 順利的把階段性任務給擔任完成 祝福我們雲林青商50周年慶 生日快樂 那一年還舉辦了一個針對小青商的野生巧虎見面會 這個活動舉辦下來吸引了很多 很少出面的會友 很少出席的會友 把家中的那些小朋友帶出來 也讓這些小青商在同年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雲林青商50周年生日快樂 我辦過一個最大的是二同學生比賽 活動舉行比賽是我當初 當年的時候很多人都辦過 可是在2011的時候正式在回歸第一次 所以現在的第六屆也是我當初的第一屆 我是第一屆開始辦了一個會場 然後最後祝雲林青商50周年慶生日快樂 是我們很認真在會破 然後再好好地訓練我們基本會員 凝聚我們的一些那個團結的力量 然後慢慢再會破然後慢慢再增加 到今天也已經有四五十位的基本會員 祝我們雲林青商50周年生日快樂 謝謝 那一年我只想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讓雲林青商永續的發展 因為我那一年是我們雲林青商會最補底的時候 想把它做好的只是這件事 讓雲林青商再延續下去 祝雲林青商50周年生日快樂 全雲林青商所有學生高中大專國中小學的一個籃球賽 總共參加了五、六百隊 動員的人數一千多人 參與的人數加起來 加總整個活動整個是三、四千人 那一種活動給我們的震撼力跟感染力 對我們雲林青商是非常很大的一個注意 也祝我們雲林青商五十周年請生日快樂 對這個雲林青商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我們今年是五十七年 那麼從五十年前 這個九月初期生日到現在 因為那個時候到這個時候 有努力的人 我們大家都很感謝 在這裡祝雲林青商五十年生日快樂 我覺得蠻光榮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傳承雲林縣三對三籃球比賽 也讓我們雲林青商 讓在更多的年輕人面前知道有我們雲林青商的存在 也謝謝雲林青商這幾年來的一個照顧 所以有這一個成就 那最後我也預祝我們雲林青商五十歲生日快樂 我舉辦了一次三對三籃球賽 參賽人數有七百多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感覺到雲林青商的合作與團結 收得會友的提心和幫助 雲林青商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我們的前會長還有各位前輩 發揮全體的青商的團隊精神 辦了全國年會 然後買一個會館 我在2001年的時候 那時候會館的名字是在前會長名下 我把它辦成社團法人 雲林國際青年三會 雲林國際青年三會 9月3號滿五十週年 慶生日快樂 謝謝 8、9年剛好9月1日大地建 然後我們韓國、日本 再祝我們 那我們在 9月6日 自由公園 建立一個姓吳宗 由日本軍政的姓吳宗 祝我們雲林青商五十週年的生日快樂 9月1日大地建立一個月 台北 所有的會員都無限到 和大家付出的付錢 還有給我們付出的 去死亡 還有我們死亡 去死亡 去死亡的南投去到土壤的保利 好 現在一樣 祝我們荒野青商五 今天的生日快樂 對於雲林青商 歷年來的這個栽培 讓我們雲林青商的所有的會員 能夠對於整個青商運動的一個努力 才有現在的五十週年期 也要祝我們雲林青商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總會是世界的年會 我們剛好是跟板橋青商 同樣大家在競爭 把我們青林青商的表現 跟我們的一個零距離把它拉好 所以我們很順利的能夠承辦到 總會生日世界的年會 我們也是我們雲林青商五十週年 健福生日快樂 印象深刻的 就辦了葉文運動大會 將抖六四的一些小學生聚在一起 來參加運動 讓他們表現活潑的一面 這是我內內最喜歡的工作 希望雲林青商還有下一個五十週年 那我也祝福雲林青商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我們邀請了世界知名的烏克蘭國家發明舞團 來我們南區大會的青商之夜 做全場的演出 改變了過去的青商在 青商之夜都是用邀請更新表演的形態 那這樣的一個高的格局 當時真的是震益全中的青商 祝雲林青商五十歲生日快樂 青商會在這五十年來也造秀了很多的人才 不管是在政治上 不管是在事業上 都會有蠻多的成就 一定是讓五十週年五十歲的生日快樂 有到香港電春地門姐妹會 那是一個國際性的活動 青商是一個婚姻的團體 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說我做第一次的活動 之後經過二十五年 他在青商 再來他也做到四十七次的活動 我也希望說 還有一個二十五年 我有一個孫 我們八十幾歲的時候 他也可以過來做婚姻青商的活動 婚姻青商五十七年生日快樂 主辦一個台灣省政府 一個國際合作者營營之業 那時候我現在營營縣政府 補助三萬塊而已 我們才能開發 然後辦一個在營營縣 立體游泳池 辦一個大型晚會 雷射晚會 在民國七十四年的時候 從來營營縣從來沒有一個雷射晚會 一句話 您既雷尼青商榮團力 再創雷尼青商共得名 祝雷尼青商五十週年 生日快樂 我們需要訓練子弟 小朋友 所以我那時候就成為一個 男女投子群團 很多老師來參與 他的擴大 就在雷尼縣辦很多次婦姻 因為我參與青商 然後有機會 跟青少人在一起 青商只能盡量自己服務人群 這是我對滿青商的氣息 我要讓他滿青商五十週年 很快樂 那時候青商要成立 很困難 沒有人給予其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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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火 開火怎麼開火 不然 所以青商十六很快樂 很快樂 跟他的婚禁 來叫我去創辦公園 聽說有年輕鬆五十幾個年紀念 大家回來實踐健康 十到十年紀念 陸青商已經 接近外十九年了 也很感謝大家的愛戴 讓我能夠有這個機會 為大家服務 在青商會是一個 能夠訓練自己 走出社會的一個 很好的社團 希望有志青年可以一起再參加 祝雲林青商生日快樂